大家好,我是军长 今天呢,我来去吃一家入选米其林指南的海鲜餐厅 就是骨架海鲜 那究竟好不好吃呢? 就让我们继续Catch吧 Go Go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要吃的这家骨架海鲜啊 它是有入选米其林指南的 因为我没查之前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就来科普一下 米其林指南呢 它就是会以很多种符号来标示 那最高级的呢,就是那个星星 三颗星就是最高级的 然后它还有比比登啊,或是什么 都是其他的一些符号 然后骨架海鲜的话呢 它就是有入选米其林指南这样子 那比如说比比登 它就是在讲究一些物美价廉的一些美食 那我们今天吃的这家骨架海鲜啊 它就是有入选米其林指南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就来试试看 然后它的话呢,如果你要到的话 你可以开车 然后附近好像有停车场 然后你也可以驻捷运搭轻轨 都是需要步行一段距离才会抵达这样子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吃的话呢 就是考虑自己开车啊 或者就是做一些大众交通运输 然后就是去到这样子 我们先吃那个 我们先吃那个 上面有鲑鱼软 鲑鱼软 鲑鱼软 剩鱼片 这是什么鱼软 好厚喔 它是豆腐 很厚所以吃起来很有口感 所以你吃到的会很有口感 然后下面有这件这样 比较硬的类似金的地方 它这一开始是Q的 然后吃到后面会稍微有一点点粉粉的感觉 一点点而已 鱼翅跟然后 这里面看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再吃 这边有新鲜的小干贝 然后香菇 然后有茶 价值跟肉 然后有碧芹 然后它色彩就是甜甜的 然后它勾芡没有勾得很重 所以吃起来就会比较清爽一点 不会就是那么腻 还有我们的鱼 好,我们来吃这个石斑 它不是那种路口鸡化的类型 它是那种就是 吃起来就是还有口感 然后还扎实的那种 然后它上面有夹很多这个 葱丝 这是猪脚 好好吃 鲍鱼其实没有什么味道 有味道是那个猪脚筋的部分 然后换来菜的话稍微有点偏硬 然后我大推猪脚筋 它上面是有加这个蒜头酱的 它单吃也是有味的 它反而是香的 然后它也有烤过 它沾的是咖喱 然后它咖喱的味道其实没有到很重 然后主要就是在吃下螃蟹 螃蟹 它本人的那个脆度 它的炸皮 然后还有稍微裹到那个酱 然后给到的一点点 鱼香的蓝水 它上面就是起司 然后马铃薯 然后还有先喝在里面 上面都是起司跟马铃薯的味道 马铃薯没有混一些些小小的虾子感觉 它的那个鹅啊就是 因为它用烤的方式 所以会让它太过手 然后就有 一些地方就是会很硬很硬很硬 然后就是会不好去把它咬烂 所以就是太过手了 虽然说它很大顆 但是它有一些部分是太过手了 所以吃起来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好 这是鸡汤 鸡汤 它就是就是很纯的鸡汶 然后喝起来就是一路口就是 感觉到那个胶脂 但它还没有胶到就是有 懂我的意思 就是没有很黏的感觉 我觉得算是蛮好喝的这个 可以推 它就是外面是芋头 然后里面包蛋黄 你看外面很脆 它芋头好香喔 芋头好香 它芋头是很像麻糬的感觉 很好吃耶 好 那如果我要给这家 古家海鲜苹果酸的话 我会给 五五 欠三分 有一些品相啊 你是会觉得说 比较经验 然后 比较需要尝试的 但有些品相呢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出色 所以你吃起来 整体的经验度就没有那么高 但我觉得就是 某些品相呢 它就是会给你 很经验的感觉 就是有 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它某些跟某些之间 就会有一些 差距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某些东西是好吃的 然后某些东西呢 就是 你就会觉得 嗯 不错 但是不会经验 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给到七点三分这样 然后我是觉得呢 如果你有就是聚餐聚会的需求 可以不用大费周章 来到这个地方 除非你家住很近 不然我觉得不用大费周章到国家海鲜 这边来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当天没有吃到太多海鲜 所以 没有办法那么 经验到 那天有超生鱼片啊 我觉得生鱼片是蛮厚的 但我是 没有吃到什么海鲜 所以我不太能感觉到他海鲜的那个正设立出来 我就是吃一些中菜等等的 所以大家呢如果我对就是海鲜很有兴趣啊你们其实也可以去吃看那边的海鲜 因为我对他们那边的海鲜是没有涉略太多 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然后在底下留言区跟我讲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呢如果你不是一个太爱吃海鲜的人啊 你就可以把这家鲜稍微跳过去找一些比较多中式菜的餐厅 或者是西式菜的餐厅 就是因为他专卖海鲜的嘛 所以如果你 不吃海鲜来到这边就会觉得有点亏亏的感觉 所以 差不多就这样 那这次的古家海鲜 真的是还不错 可以符合 米勤指南的这个称号 那今天这部影片 差不多就要这边结束哦 大 大家 拜拜